红光疗法9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 减缓脱发并使头发重新长出和消退 橘皮组织 红光也被证明有助于治疗某些类型的脱发 事实证明 红光可以帮助患有各种疾病的女性和男性 重新长出头发 甚至可以增加单根发丝的直径 事实证明 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 可以帮助脱发女性显着再生和增厚头发 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 在几项研究中也证明了脱发男性的头发再生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些机制 头发的生长基本上分几个阶段进行 生长期 生长期 消退期 头发朝皮肤毛孔向上升 休止期 真皮乳头 供血与毛囊完全分离 五至六周后 毛乳头向上移动 再次与毛囊相遇 毛发机制开始形成更多的头发 即回到生长期 红光和静红外线 已被证明有助于将头发从休止期转变回生长期 并延长生长期 它还可以增加生长期的生长速度 同时防止过早的消退期 这些影响可能是通过某些生长因子的增加 对炎症的影响 该区域 细胞腺立体功能的改善 或对一氧化氮水平和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的影响 或所有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来实现的 简而言之 它帮助头发停留在生长阶段 生长更多 并重新进入生长阶段而不是死亡 最终结果是更少的脱发和更多的头发生长 用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减少橘皮组织 红光疗法对减少脂肪层和消除橘皮组织有深远的影响 橘皮组织是由皮肤层中不健康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组合 以及脂肪组织中过多的脂肪堆积引起的问题 细胞外机制的健康也可能发挥作用 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实际上通过三种方式对抗脂肪团 一通过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 并支持细胞外机制的健康 现为支持细胞周围的结构 二通过支持该区域的血液循环和血管健康 三通过使脂肪细胞将其脂肪含量释放到血液中 在那里它们可能被燃烧掉 一项研究发现 当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与按摩相结合时 橘皮组织数量惊人的减少了71% 另一项评估使用红光和静红外光疗法 对皮肤健康的研究发现 91%的受试者报告肤色得到改善 82%的受试者报告治疗区域皮肤光滑度增强 事实上这是一个唯一经过科学验证的 减少橘皮组织的方法 并且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注意大多数面霜和产品对于减少脂肪团的有效性 几乎没有科学证据 红光镜红外光支持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 促进血管健康和循环 并可能促进该区域的脂肪减少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皮肤光滑度增强 并减少橘皮组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